身体上的状况 无法掩盖她性格上的光芒 如此这般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 没有什么能阻挡她的职场之路 旁边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父亲 来 您自我介绍一下 您好 我是刘畅的父亲 我今天能够陪同我女儿 参加那非你莫属的活动 我非常高兴 也感谢各位老总 谢谢大家 您今天陪女儿来 是因为她身体不变吗 是的 她这个脚是 因为她是由于母亲的高龄产妇 所以她出生时候 有些问题造成的 那你这个能待会儿 一直站着面是吗 可以 要坐着吗 不用 不用 因为编导跟我们说 父亲对她十分的严厉 对 一再要求说 她今天一定要站到最后 要站着面试 为什么要这样呢 规御嘛 别那么严厉嘛 不不 不对 虽然是景儿 做父母的都很疼爱景儿 但是我觉得 作为家长 不可能跟孩子一辈子 我需要她走向社会 融入到社会 所以我就告诉她 你必须得进到社会去 那平时在路上 或者是坐公交车的时候 你会扶她吗 我不会扶她 我都自己 如果她摔倒了呢 摔倒了 我觉得她没有摔倒了 我跟她还是从来没有摔倒了 行 来 请坐 您坐到旁边观察戏 好不好 谢谢 来 去吧 谢谢大家 我为她的这种勇气点站 为什么 她说了 全场还站着 她父亲也鼓励她 这一点我觉得 本身就已经 蔓延成功的第一步 我借你说话 中气十足啊 性格很开朗是吧 嗯 对 但是一般来说 身体有抱恙的 这个选手啊 多经历过一些曲折 对吧 多多少少内心会有一点 你懂我的意思 懂懂 那你为什么性格这么开朗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多年 一直和同学们一起正常的交往 所以我觉得应该锻炼了 我这种开朗的性格 我觉得我 我从来没有就是把这种 行动上的不便 就当成是一种负累和枷锁 恰恰是因为这一点 我应该算是幸运的那个 我应该是被上帝咬过的 那个苹果 这上面写着你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小 从小就喜欢写东西什么 对 发表过一些什么作品 发表过 十三岁初一就发表了 在哪儿 在我们天津的博海早报 是什么作品 是那个写四季的一系列的小短文 就是散文 文笔还不错了 有没有带过来一些给我们看看 带了 好 来 有请工作人员 像这样的孩子 如果从小就喜欢写东西 文字应该还是很灵动的 你觉得哪一篇最好 我给大家念一段 哪一篇 那就这个吧 二十一刻的深度 对 这这名字还挺诱人的 看看是不是比无声的好 偶然间听得一个说法 人死后身体会变轻 仅剩下二十一刻的重量 而这二十一刻 是灵魂的重量 其实人活一世 活的就是灵魂 灵魂越丰满 生活境界越高 而对于灵魂的塑造 来源于平素的社会生活当中 人要是想在社会中更好的生活 需要具备更高的智慧 需要更加淡定 坦然 需要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对待周围的人与世 更加珍藏 人生的境界获得提升 灵魂的深度便增加了一分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对我觉得你因此而独特 而恰恰在她的文字里 我觉得她其实是 能够有深度感悟的 可能上帝为了打开 她的某站窗 才去关了一扇小门 她的这个文章啊 她写的是很深奥的 这个人生人性的东西啊 这个文章其实都写得很好 但是缺乏一点网感 没错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也不是说它有多好 而是具备一定的流行可读性 这个是我们担心的 就是说在公司里面 好的这个文笔啊 是做文案的基础 但是呢 我们不希望你做得太损稳 就是损文学的那种 因为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听众 你愿不愿意写一点俗事 可以可以 刘畅 不要浪费你的才华 这么好的文笔 这么好的文学造诣 这里有适合你的 你可以用它去教学生 可以可以 在文学方面 我们不需要那种大众的 娱乐的 可传播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在语文 在文字上面的 专业 专业性 学科类的 启发 它很适合从事 专业性的文学领域的工作 但是如果呢 要做我所谓新媒体编辑 你可能还需要努力 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适应 你愿意适应 你可以待会儿做选择 他们也许会向你抛出橄榄枝 了解了一下刘畅 那么接下来就说一下实在点的事吧 你还没毕业 所以你找的是实习工作 对 你要求的实习工资 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月 五千 我想说一下 作为父亲来讲 我觉得刘畅真正来讲 和这个商业行为 应该说还是不太大边的 我真正想让他做的 实际就和教师相关的工作 当然他现在还没有 取得一些这个教师资格证 但是我听出来的 今天的我所了解到的 怎么跟你有点不一样呢 对 我感觉到他今天所表现出来的 他愿意去尝试新媒体的变迹 我怎么听到的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觉得本身就应该是多尝试 我们确认一下 哪个你排在前面 哪个排在前面 对 因为我们要选了嘛 决定他们给岗位嘛 好 那就先是教师 再是新媒体 就是他的回答 我觉得还是比较尊实 追求他内心的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可以往下面看 行 第一轮选择许贺利 还有实陈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如何看待某企业高管频繁跳槽 你会选择他的企业吗 这是为任东百良申定造 任东百已经来了我们这以后 代表了三家企业 对吧 是的 是不是 像这样的企业你会去吗 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位企业家的一些特性 第一 头发稀疏 不能说稀疏 基本上没有 第二 为人非常的善良 夫妻和睦 没有孩子 是决定两个人要永远过二人世界 这样的人 其实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挑槽很平凡的人 我觉得他特别平稳的人 为什么会频繁跳槽呢 为什么为什么呢 你想想 难道他有不为人知的另外的一面 那我觉得就应该跳槽的话 应该就是为了 就是像我一样 就是应该是寻找新的可能吧 我觉得人有的时候 虽然你只是在这一个工作岗位上去干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自己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但他也换的太多了 所以这就是个矛盾点 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看上去非常平和 对 非常善良 实则内心 你有非常躁动的一面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 那这样的企业你会去吗 不太敢去 为什么不太敢去 因为我考虑的 我觉得就是我对待工作 我希望是找到一份 就是自己比较心仪的之后 我希望能干的时间更长一点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就是人力资源在一家企业的话 就像一个球队的角色球员 他只有在这个球队 特别需要这某一类角色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这样的球员 而人力资源恰恰就是这一类 这样的一类人 那我的特点呢 就恰恰是特别善于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企业里面 来给他搭架子 那我之前呢 也大概有五份的那个人力资源的工作 其中有两份呢 是帮助那个企业呢 完成了上市 那所以呢 这个 我的这次调动呢 可能更加符合这个 现在的这个 少年得到的这个企业的发展时期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畅的回答和他的文章是一样的 家里面一直给他传递的是 很传统的文化思想 讲究稳定性 对吧 讲究不越举 不越轨 刘畅和我们众多的求职者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你的身体和他们不方便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 第一 你呢 从能力到性格上来讲 我觉得都挺好 因为作为一个本科生 为你发表过那么多文章 你这已经是超越了很多人 第二 你的性格上 包括你父亲对你的培养 你是很坚强的 因为相对于社会上更多的残疾人 你这次的一切 你是不是很坚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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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更洒脱 所以你要怎么去利用自己 这方面的特点 去从事你更擅长 更喜欢的事情 好不好 他性格坚韧 而且乐观 急急向上 思考问题还很深刻 我这个我还是认识 觉得这是他爸爸 给他的特别好的 家庭影响和要求 所以他从小 他知道说 自己遇到的这个问题 是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这个命运给他特别的安排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可能接得住这份力